11月8日晚,2019艺术舞国界年度国标舞盛典在北京举行,舞对世界国标舞冠军出席活动,向首都各界和嘉宾展现国标舞中摩登和拉丁舞顶级舞者的水平。 作为世界国标舞竞赛中的奥林匹克,英国黑池舞蹈节已举办了94年,一直是世界职业和业余国标舞选手和爱好者向往的最高殿堂。 此次盛典在2019年英国黑池Prom组别世界冠军余丽萍的支持下,首次由英国黑池评委会主席Marcus Hilton爵士带队来京,旨在推广国标舞艺术,促进国际间的国标舞艺术交流。 活动当晚,舞队国标舞世界冠军现场现舞,轮番表演了国标舞中的摩登、拉丁等舞蹈。 精湛的舞技、灵动的身姿、饱满的状态,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我们有五对世界级的国标选手,都是德国世界冠军亚军的世界国标摩登和拉丁的选手。 同时,学生这边,我们有这次今年2019年,在黑池获得团体舞比赛冠军的北京舞蹈学院选手,来为我们今天晚上来献演。 活动现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发来贺词,他指出,艺术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培养和帮助树立人格品格有很大帮助, 希望全世界的年轻艺术家们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使者和友谊缔造者,为共建紧密连接的和平世界努力。 当晚,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企业、科技、教育各界人士观看了专场展演。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